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今集提一單的澳門打擊水客方面的新聞 根據報導,海關再次倒破關閘天地的水客散貨點,行動中接獲了一名本地女負責人 和兩名本地水客起出一批舊衣和花膠,大約5萬元貨值 涉案人士都是本地居民,女負責人姓王,兩名水客分別姓謝、姓莊,年齡47至55歲 海關情報風險管理處代署長表示,海關人員今日較早前在關閘口岸出境 檢查區截到這兩名水客在隨身物品中起出一批舊衣服和花膠 懷疑有人用螞蟻搬家的方式將貨物偷帶出境 經過查問,有人說自己在關閘天地某個單位拿貨,大工費12元 去到下午5點多,海關人員見時機成熟,展開突擊行動 在關閘天地的單位中,查獲到姓王的女負責人和6箱舊衣物 還有7箱花膠,總貨值5萬元,未出示到相關物品的進出口申報和來源證明 海關就以對外貿易法作出起訴,而王姓女子亦出示不到單位經營許可證明文件 所以海關就馬上將這單案件交由財政局跟進 海關表示,就要持續監察水客活動動態調整打擊的策略 看得到海關近期工作多了很多,現在是做一個叫做源頭打擊 但是捉到的水貨商的貨物只有5萬元,其實是相當之少 正所謂收了都不太肉痛,估計這些水貨商已經改變策略了 他們就會將值錢的東西或者很大量的貨物放在其他倉 一個不關事不相關的倉,然後每日開工就一部分一部分貨 放過去,所以你說要完全打擊得到它,現在的難度是越來越高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個言啦,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,下集見啦,拜拜!